阿信 你投給 嗨 誰是你 片方人員拿出監視器畫面 大聲逼問 雙溪下跪的黑衣男 廟裡的金牌 到底是不是他偷的 由於他人 都已經跪在神明面前 想賴也不敢賴 只好乖乖承認犯行 原來這名被逼下跪的 誠信妾嫌 就是監視器畫面中 這名偷金牌的平投男 當時他走進廟裡 直接鎖定了 共桌上的金牌 私下忘了忘 發現沒人 伸長了手拿了金牌 就落跑 竊賢連續在二三月之間 在高雄 到高速這邊 連續切到廟方的金牌 誇張的是 誠信妾嫌偷了一次還不夠 實隨之位 竟然挑上了同一間廟 想再偷金牌 而他挑上的就是前幾天 因為氣象預言 引發全國關注的 屏東縣高樹鄉北極店 而這一次他行竊賢 還特地雙手核實 祈求神明保佑 沒想到被眼尖主委 一眼就認出 他就是幾個月前 偷金牌的平投男 立刻將他壓制在地 施行的部分是沒有 因為前往處理的時候 他是廟方請那個 竊賢在北極店前 向那尋天上帝 懺悔 警方時候調查 誠信竊賢還不只偷一間廟 光是今年 就已經至少 犯下七件竊案 無論是金牌 香油錢香爐 就連花瓶燈座 無所不偷 只能說連神明都敢得罪 被逮也是遲早的事 記者張崇華張欣怡 屏東報導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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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